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真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啊 困了啊 困了 那早点睡吧 明天一早还得敢去投票呢 投票 大选不都结束了吗 人家川普当选了 谁说美国大选了 再说我们也没有投票权不是 我说的是咱们镇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这个呀 今天不也已经选过了吗 我也去了 走走过场呗 投了一张纸 发了一袋洗衣粉 还是大胆的 嗨 本来啊 我们厂已经选好了那个上面指定的黄书记 结果这黄书记上午刚刚当选 下午就被双规了 这不白投票了吗 明天还得重新另选一个 真麻烦 这上面怎么也不通好气啊 推荐一个腐败官员 现在哪个官员不腐败啊 我估计啊 那个黄书记上空上少了 别人啊出了更高的价钱 所以啊 就临时变卦了 真黑 哎哎 醒醒醒醒 客厅里好像有人 家里自己有偷了 看我 哎哎哎哎哎 小点声 别出去 小偷手里有凶器 你打不过他 再被他伤了 犯不着 我打不过他 我有这个 哎呀 打得过也不行 哦 从最近法庭的几个案子看啊 你必须在他打的瞬间同时还击 前后误差不能超过0.1秒 打早了呢 你算是故意伤害 打晚了呢 你算是报复伤人 那我大喊一声把他吓跑 嘘 千万别吭声 他要是受到惊吓 从窗户跳下去摔死了 你这就算是过失杀人了 过失杀人 你忘了那个张州事件了 有一个人在路上追小偷 结果志气倒地身亡 结果他就被控过失杀人了 哦 对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不能也能真看着他偷啊 忍忍吧 他偷完就走了 不行 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哎 要不然这样吧 等他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开车跟着他 一直跟着他的老巢 然后再把我按怎么样 嗯 也对 这样我们就有证据了 要不然小偷反咬一口 说我们造谣 这可咋办 现在啊 这个罪名是非常的敏感呢 哎 他好像出去了 我们得跟上 哎呦 你倒是走快点啊 偷人东西还这么悠闲 急死我了 别急 别吓着他了 万一他逃跑的时候摔倒摔死了 你还是过失杀人 不好 有人碰瓷 哎呦 哎呦 好痛啊 哎 都是您把我给撞了 不是大爷 您这可冤枉我们了 您明明是自个儿躺这儿的 你看 你怎么说我们装你呢 您躺着地儿 离我们车有两米多远呢 大爷 您是不是想碰瓷啊 那我就对不住了 我得报警 哎 算了 警察来了 也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法律也不会替我们主持公道的 你看看这全国各地碰瓷的事件 哪件不是碰瓷的影了 对啊 还是您老婆明白 小伙子 看在您老婆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多要你钱 给你打个择 给八百好了 大爷您要我八百 哎 算了算了算了 就当是破财免灾吧 赶紧把钱给他 让他起来快走吧 我们啊 还得跟踪那个小偷呢 哎是啊 小偷呢 哎 我们家呢 啊 我们家被拆了 啊 这帮强盗 不经过我们的同意 就是拆我们的房子 我跟他们拼了 哎等等你要去哪啊 你要从那把射定枪 我杀了枪材半主人这个王八蛋 不行 您想学贾金龙吧 贾金龙已经被判死刑了 我也一直想做个守法公民 可这是谁制定的混账法律 只保护坏人不保护良民 只保护官员不保护百姓 哎呀 我们的女儿呢 女儿 看这段啊 当地时间二十一日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过视频 阐述了他上任一百天执政计划 他在视频中表示 将会在上任的第一天 发布总统行政令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而美国退出TPP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又 又赢了 这是今年咱们第几次称最大赢家了 第几次 你什么意思 你没发现吗 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中国是最大赢家 你看啊 英国脱欧 党媒称 中国是最大赢家 乌克兰内乱 中国是最大赢家 OPEC计划拯救油价 中国是最大赢家 川普当选总统 中国又是最大赢家 而现在又说 美国退出TPP 中国还是最大赢家 那简直是赢道手软欲罢不能啊 那说明咱中国手气好 打麻将啊 他手气好 那叫舆论导向 没听到网上段子说 中国人每天早上呼吸着过滤过的空气 上午喝一杯过滤过的水 工作看看过滤过的新闻 这么幸福的一天啊 你这么说也不全面 我看报道上也有中国输的时候 你看这条消息啊 说这十年前 川普因商标纠纷在中国打官司 败诉 上诉两次又败诉 但是这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没几天 这场拖了十年的官司居然胜诉了 哎 你这边报道的题目是什么呀 题目 中国法律是最大赢家 嘿嘿 还是赢了 哎 科长 我今天早点走 去换点美元 人民币贬值得太厉害 眼看就要破漆了 不能叫贬值吧 是美元在升值 问题在美元 人民币的事怎么能叫贬值呢 哎呀 怎么不叫贬值 说一件事我就来气 当初 美元兑块人民币6.2的时候 我就要换 结果 党媒出来说 人民币不具备贬值基础 我想 等等吧 结果 到了6.3 党媒又说 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基础 我又信了 接着呢 到了6.5 党媒接着放话说 人民币不具备大幅度贬值基础 到了6.6 又说央行不会放在人民币出现极具大幅度贬值 到了6.8 他又放话说 人民币一向坚挺 不会出现大幅度贬值 现在都6.9了 他来了一篇 人民币突破6.9大冠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他是赢了 我赔了好几万呢 什么东西 这伙计还挺大 不过就损失了几万块钱嘛 那中国损失的上百亿 不还是最大赢家吗 上百亿 你是说 我是说菲律宾的 这部报道上说 这个菲律宾总统把华岩岛化为自然保护区 严禁着渔民在这区域捕鱼 这说明啊 我国给的一百多亿啊起作用了 我看未必 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 他那样说是鞋武给的那一百六十六亿太少了 想要加码用这个手法来要挟 好多要点钱 啊 那就是说 如果再多给菲律宾一些钱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哎 你听说了吗 北京和伦敦奥运会大批掌牌被取消 啊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为什么呀 新闻上说 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和伦敦奥运会运动员的尿印 在这儿进行了重新检测 结果发现有七十五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为规 这么多啊 大多数来自俄罗斯或者是其他东欧国家 你知道吗 他们至少有四十人获得了奖牌呢 这些奖牌肯定有一大半归中国运动员 那中国不就成最大赢家了 还真是啊 哎 我也看看新闻 脸书要进中国了 是吗 网络开放了 不用翻墙就可以上脸书了 说是怎么说 但是呢脸书内部开发了一个审查系统 交给中国全权操作 不来那么一刀 能进得了皇宫 真这样的话 自然就改名呗 不叫脸书了 就叫书吧 不要脸了 哎呀 等会怎么说 这脸书变党书 哈 中国火城最大赢家 哎 您要点什么呀 啊 请问今天怎么没有活鱼卖啊 活鱼都下架了 对 今天只有冷冻海鱼和冰仙海鱼 为什么 上级通知了 近期不能卖活鱼 否则罚款二十万 为什么不卖活鱼 老实跟您说吧 最近呀 国家食药监督总局 要下来查海产品的受药残留情况 所以呀 怕卖了惹麻烦都收起来了 可在这个时候 你们把最好最干净的鱼都摆上来 让它检查 得个高分 岂不是一个火广告 废话 如果能通过检查 我不就摆出来了吗 啊 这么说 我一直买的都是被污染的鱼啊 我说你是外宾哪 现在哪还有没被污染的东西啊 你不然活得好好的吗 这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啊 没有活鱼你就买死鱼呗 买死鱼 对呀 活鱼买回家吃之前 你们还得弄死吗 对呀 看来是 活鱼下架 死鱼成最大赢家呀 对呀